我看那個小朋友他們的那個什麼 他那個筋每一個都很軟 其實我以前筋很軟 你以前你是多以前 我小 但是你長大後你是比較少在拉筋是不是 你接受羽球正常就是操練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沒什麼在拉筋因為太累了 對啊 所以要多拉筋 我們現在呢已經要準備到我的住家 然後待會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家的狗狗 已經結束我們今天的訓練 今天是週六啦 原本是一個休息日 雖然是有點累 但是我現在已經聞到了 我媽煮的麻油雞的味道 所以我們整個精神都來了 所以我們最後當然來到柏安甲 那主要是因為我是高雄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到 然後我到台北的時候都會來不玩家 趁趁飯 因為這裡就算我第二個家吧 OK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歡迎這位是我老婆 然後她叫Tip 這位是我的爸爸 大家好 這是我的媽媽 哈囉 大家好 那我現在再來介紹我家的四隻成員 四隻狗 那這隻是蠟場 牠叫Pasa 然後還有這一隻 牠叫做Didi 牠是貴賓 然後這一隻是約克夏 然後牠也很老了 這一隻的話就是最兇的 你看我手上沒有抱一隻狗 就是因為牠最兇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是從幾歲 開始接觸羽毛球的 那我大概是十歲 十歲 接觸羽毛球 那主要一開始是因為生理不好 然後媽媽送我去校隊 然後鍛鍊身體這樣 那其實我一次都不知道 博安到底是幾歲開始訓練 博安是從在幼稚園大班的時候 就跟著哥哥開始在校隊裡面 開始訓練 博安爸爸 就是比我們在國外比賽的時候 然後都會在電視機前面為我們加油這樣 雖然說沒有辦法在現場幫你們加油 但是按照加油的聲音 加油 得分 來 一定要的 看他們比賽我都很緊張 爸爸都在客廳 我都跑到房間去跟他分開 因為我兩個人在一起其實都很緊張 所以我都自己跑到房間另外去看 好 那我跟大家介紹我老婆 就是我跟我老婆是在泰國機場認識的 然後就是我跟博安去比賽 送我老婆去泰國工作的時候認識的 他以為我們兩個是一對 就是情侶 對 他們背著那個Yonex 就是背著球帶 結果我後來查了他們 才知道說 他們是我們台灣有名的國手這樣 就是我們長期在國外比賽 就是家人對我們支持是非常重要 像我老婆也是 當我的後盾啦 他會把我家顧好這樣子 那博安爸媽也是一樣 就是把家顧好 然後等待博安 然後比完賽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感受家裡的愛 然後休息好 我們再重新出發去比賽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就吃我媽媽煮的一手好菜 對啊 今天主要是休假日 那我們就是輕微的訓練完 然後就來補充能量 那就靠我婆安媽囉 OK 期待一下 現在是我媽媽發功的時候 看得都餓了 開動囉 來大家一起用 這是我平常可能很訓練很累的之後 這個是雞 雞佛 我們俗稱雞佛 對 那英文叫什麼 雞根布 雞的腳球 T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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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反而不喜歡 我不喜歡 在外面吃飯 餐廳 我在高雄都去那個 鏡頭家吃飯 所以今天我們角色交換 換鏡頭和她 和她老婆Tes來我們家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我的房間 房間的一些 我自己的小小的擺飾 然後小小的一些 一些我覺得很有紀念性的紀念品 那像 像這裡的話就是我 國小的時候我有游泳啦 就是國小的一些游泳的獎牌 對 這個 這個就是BWF這次的年中賽 對 年中賽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一個紀念的 這是 亞運會的銅牌 對 它這一面很重 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很漂亮 這一條是什麼 這一條就是我在 亞運會的時候 對 我在亞運會的時候 就是跟各國然後去交換 交換他們的徽章 對 那就是有什麼 什麼斯洛伐克啊 還有很多 還有交換到北韓的 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一些 印尼的粉絲啊 還有一些泰國的粉絲 給我們的一個紀念品 然後我都會放在這裡 喔 這是球迷為我們 對 客製化的 為博安客製化的一個 Logo 就是這是他 博安的人像 這是抱枕 還有像是這種啊 這種其實也 還蠻多的這樣 還蠻感動的 這是那時候 印尼 在印尼亞加打的時候 我們亞運隊的代表服 那是博安的 就是比例做成的人像這樣 那時候我側面有磕這個TV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厲害 那我再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地下室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要隔離 然後這裡 應該算是博安的隔離 就是自己 自主訓練的一個好地方 我們全英賽過後 回到台灣 那其實這些一開始都是沒有的 但是在那個14天內 我因為完全不能踏出家裡一步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一個 把它買進來 就是每天可以去做一些重訓啊 這個是飛輪腳踏車 OK 對啊 這個就可以練我的心肺能力 對 心肺的 就是可以再加騎 然後流汗 這裡的話我就是可以拿來 做一些 像是這樣子的 仰臥騎做訓練啊 對啊 像仰臥騎做訓練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些地板的 因為這裡地板比較硬 那用這個的話就 比較不會受傷 再來就是 一個小小的 一個槓鈴區 就這樣 每次就 回到家 我現在也會 回到家六日就 做個幾組 那其實 因為我們運動人 就是要維持他的肌肉的彈性 還有力量 這樣子才不會容易受傷 是 很危險